欢迎来到晨星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迪丽热巴又一股装新剧将席 搭档当红男神令人期待 看清阵容追定了 说到热巴 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的 颜值高 并且演技也不错 近年来的资源也是很不错的 好剧一部接着一部的播出 如今热巴又一新剧即将来袭 并且搭档的男主是高颜值实力派 看清阵容真的是很令人期待的 这部剧就是《安乐传》 该剧改编自心灵的小说《帝皇书》 主要讲述了近男安乐在大当家任 安乐与太子涵夜之间 虐心又感人的爱情故事 这次迪丽热巴饰演女主 观众还是很期待的 热巴的古装剧一直都是很不错的 颜值也很高 演技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古装扮相非常好看 知道了女主 大家对男主应该都是很好奇的 这次的男主颜值和实力都不俗 那就是龚俊 出道以来 长相帅气 一直都在认真演戏 而且古装扮相也非常好看 出演的作品 大家都可以看到龚俊的演技也是可圈可点的 男主龚俊 女主迪丽热巴都是演技颜值双再现 在剧里迪丽热巴饰演地家孤女任安乐 龚俊饰演当今太子涵夜 两人光看剧照就很般配看点十足 除了男女主之外 这部剧还有夏南 裴子天 龙水亭 刘宇宁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阵容强大 相信播出之后会成为爆款作品 这一次在迪丽热巴新剧中 长歌行的人气男二号刘宇宁再度合作迪丽热巴 他将饰演《安乐传》中的洛明熙 剧照曝出 他一生广秀长袍 气质绝尘 看似是个文雅谋事 总的来说 《安乐传》 这部剧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剧情精彩 并且演员阵容强大 大家期待吗?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框和大家一起分享 家暴被妻子曝光 王东发文道歉 终于解脱 再不会被折磨和威胁了 27日凌晨 男演员王东发文称 因自己个人的私事占用了公共资源 向网友们道歉 希望大家原谅他的过激行为 给他留一些私人空间 王东表示自己和妻子已经不是正常的夫妻关系了 两个人之间已经有了无法跨越的障碍 及时想过理解与包容 但是最终没有达到妥协 同时 王东还表示自己现在终于解脱了 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话里话外都透露着对妻子的不满 感觉受委屈的人是他自己 为什么王东会突然这样发文呢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子的 王东的妻子曾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过一段视频 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王东对妻子大打出手 感觉就像妻子犯了无法弥补的错误一样 丝毫没有一个正常男人的风范 然而妻子也并没有做什么令人气愤的事情 王东就拿婴儿车的床板打妻子 由于男女体力的差距 妻子根本无法还手 只能挨打 真的太可怜了 妻子对此实在无法忍受了 于是选择了公开王东假暴的视频 想让网友们看清他的真面目 但是王东为了他的前途甚至还抢妻子的手机 然后将其摔碎 干什么 是不是要大家一起撕 话语中都透露着对妻子的憎恨和威胁 让人一听就觉得是这个丈夫有问题 不然怎么会做出如此过激的行为 王东虽然不是特别出名的演员 但也算得上小有名气了 他属于大叔类型的 看上去成熟稳重 给人一种安全感 更重要的是他二次搭档迪丽热巴 在迪丽热巴的成名作品 《克拉恋人》中和热巴演情侣 当时大家还很嗑她们 第二次搭档迪丽热巴的剧是 《恰似固人归》 虽然没有和迪丽热巴做CP 但是在剧中也是个重要的角色 还和美女郭小婷有感情线 总的来说 王东的事业还是很有发展前景的 毕竟合作的演员有很多大牌 而且演技也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只不过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倒貌 黯然的一面 剧中深情 剧外搏情 其实在王东小有名气过后 他的妻子就曾在社交平台上寻找丈夫 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 妻子居然不知道丈夫的下落 还要请网友帮他找老公 因为老公经常不回家 真的觉得这样的情况恐怕很难再遇到 即使在王东的妻子发视频过后 王东也并没有悔意 他仍旧称自己这种行为只是过激行为 而且之所以会过激 是因为妻子导致的 对此 网友们真的是愤愤不平 王东还是一个男人吗 这样的话也说得出口 他真的不羞愧吗 而且王东还说是因为妻子的威胁 他才会有过激的行为 有网友表示道 难道是你的妻子威胁你打他 太好笑 都不好好想想 就随便说一个理由的吗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个人行为受到大众的监督 王东还想通过社交平台上聊聊几句话 就想结束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他必须受到惩罚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 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